我也想解釋一下我這個敬拜的方式 這個敬拜的方式其實幫助大家 很自由地、很輕鬆地去投入地去敬拜我們的神 有些人可能不太習慣 習慣可能是好像唱完一首歌、第二首歌 就好像整整一條、整整有條的一首歌、一首歌地唱 好像比較舒服、容易一點 但你會發覺我唱的歌就完全不是整整有條的 在我們唱的時候也會很自由、很輕鬆 就好像大衛在藥櫃面前跳舞 有些人會覺得跳舞好像很搞笑 在神面前跳舞 跳舞就是心不能夠釋放 但你想想天堂的天使和天堂的聖徒會否很拘謹 很緊很緊地敬拜不悶 他們是很輕鬆的 所以我帶領大家在敬拜的時候 首先有一個輕鬆的靈 有時你會發覺我會用強烈的節拍 有時用柔和的節拍 幫助大家進入不同的敬拜 亦都有很多是唱靈歌是自由去唱的 去自由 唱出來的時候其實你可以跟隨自己唱的 最重要是心靈湧出來向著神 你會發覺神的工作就會很大 這種敬拜的方式可能有些人未很習慣 但你會慢慢適應到的 而在這種敬拜的方式也有些人會在敬拜 就會經歷強烈神的同在 神的更生 好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